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随后一步高兴收场 小白回家之后却拿着两个小木头在模拟白天的对话 看得出被搭设还是很开心 但她不知道如何聊天 小白因为木拿刻板在公司并没有交到朋友 就在这时公司的交配粉丢了 警察在拿完牛排之后还向他们推荐了心理医生 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们知道两头鹿其实是男女主的梦 小白在心理治疗的时候 说出梦的内容和男主一样 心理医生觉得两个人提前安排好了再耍他 但是由于这个奇迹 小白和男主逐渐熟悉 过上了白天公司见 晚上梦里见的生活 两人把梦写下来互相交换 然而男主想更进一步交流的时候 小白总是做不好 两个人之间陷入僵局 男主还算是通人情世故 但女主就完全不是人间烟火 不知道怎么聊天 不知道怎么示弱 不知道怎么维持联系 挽回关系 男主找小白要电话 小白却说没有 男主以为这是拒绝的意思 没想到小白真的没有手机 买了手机之后 却主动给他打了电话 还约好晚上一起入睡 这边心理医生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可能是人事主管偷了交配分 人事主管也坦白了 男主说下不为例 而男主和小白也一起出去吃了晚饭 晚上在一个屋子里 床上床下睡觉了 两个人晚上睡不着 晚上玩牌 男主进行肢体接触的时候 小白拒绝了 男主很失落 小白回家恶补色情电影 小白还会固定去看心理医生 小白试图通过听恋爱音乐 来理解爱情 而男主过得也很不好 两个笨拙的普通人 想要彼此接近 相拥取暖 却不知道如何去爱 小白各种尝试之后 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去找男主 男主却已经想要放弃了 觉得做朋友更轻松 我不知道小白鼓起了多大的勇气 我只知道晚上他有隔腕自杀 直到男主来电话 他手腕静脉流着血出来接电话 他都没有告诉男主他爱他 直到男主先说了 他根本不知道差一点就永远失去他了 两个人一起迎来了生命的大和谐 开始了同居生活 小白也回笑了 两个人晚上什么都梦不到了 看完这部电影我明白了 不论是肉还是灵 在爱情中学会 如何去表达爱 如何去爱人 至关重要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夜时光